医疗性科技让这个家庭有了新希望 原本他们从奶奶爸爸姐姐到他自己都是剑动人 而夫妻俩求此心切 但是根本不敢生小孩 而现在呢 因为人工生殖技术可以筛减这些胚胎 很成功的他们怀了健康的三胞胎 很难耶 我真的够不起来 30岁的白先生罹患小腿肌腱萎缩症 也就是俗称的剑动人 不止扣扣子困难 四肢的肌肉都已经出现萎缩症状 手脚要使力都有些吃力 但奶奶爸爸和姐姐都有同样病症 家族遗传让他和太太一度不敢生孩子 本来不打算 我曾经想过说如果基因没有办法筛减出来 到底是哪一个基因有问题 我本来是想去就是做精子银行 想要孩子却不敢生 白先生就怕三代都有剑动病症 会让第四代也受苦 直到使用基因晶片筛减 再加上试管受孕 让他和太太有了爱的结晶 第一次受孕就是三胞胎 试管婴儿在植物前 他的胚胎我们先把他筛减 确定没有带到这个带病点 白先生从小因为萎缩症 招同财排挤 让他一度对母亲不谅解 现在自己接受治疗 病情也稳定控制 在基因筛减下 还能终结遗传的噩梦 他说这是送给妈妈 今年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铁皮选张哲昂